日前一名重機騎士狂飆在新北石淡津公路上 差一點撞上了一名機車騎士 重機騎士緊急剎車之後 他轉頭對著這個騎士是破口大罵 還對他比出了不雅手勢 行車影片曝光之後引發了討論 當地居民就說 很多車子經過了這個路段 速度都非常的快 再加上有路數擋住了視線 很容易發生意外 另外有網友也發現了 當時這名重機騎士 他的時速一度高達了136公里 嚴重超速 重型機車飛快來到路口 但前方一名機車騎士 似乎沒查看路況 直接橫向穿越道路 重機立刻猛按喇叭 還好緊急刹車驚險通過 但他被嚇得飆罵不雅自言 甚至轉頭向對方比出不雅手勢 不過再仔細看看 重機移飆板車速 一度狂飆到136公里 嚴重超速 就算急刹後 時速也才回到70公里 這一段行車影片 讓網友看了 忍不住反罵重機騎士 明明自己嚴重超速 還理直氣壯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 金山區 台二線35.6公里處 附近居民說 因為這裡紅綠燈 都是閃黃燈 所以往來車輛 車速都很快 相當危險 對此警方表示 將巡線調閱監視器 查明該位超速的重機 以及穿越馬路的機車騎士身份 將是兩人違規情節進行舉發 記者 蔡正恩 新北報導